Yo,What's up?大家好,这是Leo 好久没出来看房子了 今天刚好开发商 Richmond American Homes 在犹他州的Lehi City 在这边又建了很多新的房子 所以我们今天被邀请来参观他的样板房 也顺便带大家来看一下2020年 在美国犹他州,美国中西部房地产的一个状况 这边有他的floor plan 好一些猜处 可以看到基本上在美国你盖新的房子 跟这种开发商来盖 他会买这一大块地 把这个地分成好多不同的小块 在每一个lot上建一栋房子 可以看到这一大块地被划分成47块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位置 他的model house就在这 这个房子的户型叫Hemingway 一共房子的大小是2490sqft 价钱要在40万美金起 一会儿就大家来参观一下这个Hemingway的样板房 把这光圈调小一点 外面曝光过度 可以看到呢 这边两个房子都已经齐好了 远处的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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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Hemingway 它的样板房 一共是两层加一个地下室 因为现在是样板房 这边现在作为它的办公室 真正你自己建好的房子 这边是它的车库 这边可以容纳两台车 旁边可以容纳一台车 对 对 我们是 基本上有一个房子的房子 对 所以我们有房子的房子 所以我们有房子的房子 在半个房子 很棒 所以这两个房子 那两个房子 那两个房子 所以我们有房子的房子 在那里 所以我们有房子的房子 所以我们有房子的房子 那里有房子的房子 那是半个房子 你们可以来到这边 谢谢 从前门进来 是走这条路 前面有一个小的门廊 下面进去看一下 从这个房子进来 这边挂了两个大的画 右手边是一个办公室 这个 办公室它装的这种是玻璃的门 Kelen 把这给妈咪 这边的楼梯通往地下室 这个楼梯呢 是可以上到二楼的 左手边就是一个客人洗手间 可以看到它这个一楼 整个棚顶非常的高 它是升级过的 应该是9 foot ceiling 门也非常的高 这边就是它的客厅 这边就是它的客厅 餐厅 这个厨房 从餐厅这边可以直接到后院 今天没有带nd filter 要把这个光圈调小一点 它的院子还是挺大的 跟它的销售人员聊 这一块地大概要在half acre 远处的山 前面可以看到有一匹马 这厨房 大的冰箱 这边就是它的车库 这边就是它的车库 现在它作为销售的office 现在它作为销售的office 它的样板房做的都是这种比较智能的thermal control 下面到楼上去看一下 下面到楼上去看一下 这是二楼的客厅 这边是一个卧室 所以它的一楼只是有一个书房 没有卧室 这边是它的洗衣房 这边还有一个卧室 看起来貌似主卧室 主卧室的洗手间 浴缸 淋浴 卫生间 然后大的衣帽间 这一个客卧的洗手间 卧室 这边就是刚才我们上来的地方 另一个卧室 另一个卧室 下面呢带大家去地下室去看一下 地下室 地下室 这边有一个洗手间在这儿 它的健身房 这边也是一个卧室 它把这个布置成一个健身房而已 有衣柜 这边打开是什么 这有一个 类似coat room 一个没有装修的地方 可以作为组成室 然后这边是另一个地下室的卧室 很多房间 看地下室的窗 地下室的客厅 可以作为游戏室 或者影音室 在这儿看个电影 玩玩这种游戏 桌游 桌游 所以这个房子在一楼 除了客厅厨房 它有一个书房 可以作为办公室 它的二楼有四间卧室 一个客厅 地下室呢还是有两个卧室的 而且有一个比较大的很宽敞的客厅 可以作为游戏室 它的总价钱要四十万起 但是全部装修完估计也要 估计要将近五十万吧 而且根据它lot的位置和size 有的地可能要收一个lot premium 所以要建这样一个规模 跟央板房差不多的房子 我觉得大概也要五十万左右 如果大家有对在美国买房子 或者房地产相关的一些问题 可以发邮件给培 我会把培的邮箱 放在影片的评论栏里面 简介栏里面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